二零二三年棒球牙錦賽即將在十二月正式開打 中華隊緊鑼密鼓的展開備戰 二十二號下午跟新北和聯城棒隊舉行遊誼賽 中華隊全場狂掃二十二支安打 以強大的火力壓制對手 最終以二十二比五拿下勝利 而這場比賽是由樂天桃園的兩位年輕強打 林承飛廖建復擔任中心棒次 兩人也都有長打表現 第三棒的林承飛說 要把打點的機會留給阿富 自己負責串聯攻勢 二十六歲的阿飛繼二零一八年 雅加達亞運之後再度穿上中華隊的藍白球衣 預計會鎮守遊擊大關 並且扛起中心打者 肩負國力串聯的重要任務 至於打出生涯年的廖建復 本季敲出二十二轟 貢獻八十三分打點 爆走最佳指定打擊 還有打點王兩項大獎 還入圍年度最有價值球員 阿富也期待在第一個城棒國際賽 繼續繳出MVP等級的成績 對於打點製造機的角色更是高喊 YESI DO 打點製造機 其實我也會想要製造後面 給後面的打著打點 其實都是一連串的 不是只有我 對啊 就是包括我 也可能會做這件事情 季后賽也是張力還蠻大的 那其實國際賽 其實更高階一點 那那其實會更想突破自己 今天大家就是很放得開的在打 那希望可以就一直保持下去 這樣子 目前看起來 每個選手的表現都很正常 而且應該大家都還蠻hungry的 那還不錯保持這種心情下去 對啊 我們也希望他們有很好的表現 總教練國裡建夫 期待每位選手都能貢獻 事實一級 無論棒次打續 都是攻守串聯的要角 中華隊接下來將在27號 對決心復發 30號交手合作金庫 上個禮拜征戰牙冠賽的國手 也即將在23號陸續到期 期待完全體的中華隊 能把冠軍金杯留在寶島 我來提議台定義 林佩騰採訪報導